TVB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带了我的绑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OK 这是京都的东北院师的亭 他们有很多亭其中之一 那在我走到最里面的时候就有这个桥 我就看到它好像是很会想故乡 因为它这个屋顶的这个样子 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味道 也有反射 反射是后面的那个花园的那些叶子 还有这个石头 很大的石头 它也照在这个水面 我的所有的作品 作品最重要是让大家感到那个太阳的光 遇到灰色是我的世界上做绑画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你看远一点的东西是用灰画的 前面近一点是黑色的 所以你能了解我们看东西前面的颜色比较清楚 但远远的东西比较迷糊 这是第一回 第二回 再深一点点的第三回 这样 那黑色是这里 这里面有几个木板呢 要刻几个木板你想想看 石榴板 石榴板 所以我肌肉很多 我平常是一面工作 然后一面画 然后刻 从我去看到 这个地方好好 到做起来完成 要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也是我的初期的作品 这叫做秋葱 是京都的一个餐厅 原来我没有打算上面要用蓝色的 但是那个颜色可以放进去 大家会感到那个蓝色 天上的 秋天的天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表现 这个也可以在美术馆 台南市美术馆看 我一定要吃台湾的便当 很怀疑 很想啊 因为是热热的 然后也有炒青菜 什么都有 日本的便当是比较分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菜比较少 炒菜了没有的 所以我一到台湾 我说我们不用去大 去吃那个 那个什么饭店的什么大 大餐了 我们就在家里 吃什么房间吃那个便当 第一天吃便当 今天中午有吃 我的 我的这个 我的什么呢 我的 愿望 达到了 大家最喜欢的是 豌豆 爆香 炒爆香 很容易要爆香 很容易要爆香 那个 呃 葱啊 我们切细细的 然后先炒一下 然后放那个酱油 让酱油也过火一下 这就就有那个香味嘛 然后那个豆放进去 炒一炒就好了 你需要再咸一点 就加一点点盐 最后才放 哇 大家是喜欢的不得了 有些人在这个网路上面跟我说 这个太好吃了 所以他吃完的那个汁也不敢丢掉 他是把它放在那个 放在那个豆腐上面吃 有的时候 嚼烹 我说 OK 那我嚼的没有 不错还可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